林少莲以重金求取的时候便托中间人将话说得很明白了 他家里有个厉害继母 他爹偏心 只知疼爱后妻幼子 他重义我 但嫁给他以后是要帮衬他 同他们打擂台的 我想着他的模样 说了好 我叫陈金 是前朝大儒、陈敦的后人 我家族上有不少厉害人物 到了我父亲这一代却落魄了些 我腹中后却无大财 多年不得升迁 我娘性情温善 而我李家看账 将我们这一房管地严严地 在京中得了个厉害名声 我已是江基之年 上门说亲的人不少 但我总不答应 对此 家中很着急 直到林少莲托谢夫人登门说亲 谢夫人一向很喜欢我的能干 将话说得很清楚 林少莲以千金求取 不仅看中我容貌德行 还瞄准了我的名声 林家家中有世袭的云微博爵位 真叫个珍珠如土金如铁 但林少莲作为云微博嫡长子 童年过得却不如意 他父母是指父为婚成的亲 没什么感情 母亲生下个儿子不久便撒手人寰 他父亲续娶了表妹 相处起来那才叫间谍情深 而后生下一儿一女 林少莲被挤兑得没了地位 十六岁便搬出去住了 父母尚在 长子别居 这在京城也是一桩故事 谢夫人劝我 她是林少莲母亲的手帕娇 从小也算看着这孩子长大 林少莲是个实诚孩子 而且自小这般长大 打定主意了要对枕边人好 如今房里连个通房都没有 我是见过林少莲的 那年零阴四半水路斋 她在寺庙中拾过我的帕子 交还给了我 我想了想她的模样 严如关玉 高姿英挺 又想了想她的名声 最后点了点头 成亲那日 接亲队伍浩浩荡荡地将我送进了林家老宅 饮过和锦酒 侍奉的人都退下 林少莲掀了盖头 将那张清俊的面容映在我的眼里 我瞧着她 她瞧着我 想起那年零阴四中的事 都有些羞难 我起身 往多宝架走去 我们置身林少莲从前的院子里 里边布置得花团紧簇 就如同这日盛大的婚事 谁见了都要在林家夫人办的用心 可我春聪一探 一个多子多福五彩玉湖春亭被我取下 底下便露出了铜湖底一个形状的灰印 我回头 同林少莲笑了 林少莲无奈 想来姨母已经同你说过了 我点点头 坐回她的身边 她握住我的手 我该如何换你 我掌心无端地生了些汗 生如闻那 家中人都换我金娘 她笑了 笑声沉沉 带着温柔 金娘 你比我记忆中还好看 做了夫妻 今后人世的路 咱们都要一道走过 我爹对我娘是不好的 所以她才会那么早就过世 连着我爹也不怎么待见我 可我不同 你放心 睡一头的人 我会对你好的 什么事都不会瞒你 我在林家如何 就如同这个屋子 看着热闹 背后都是不能为外人道的事 我那姬母是个厉害的 今后 怕是要你多操心了 我叹了口气 说道 你也放心 夫妻是一体的 你的事进门前 我便知道 不过 我并不怕 她将我手握得紧紧的 许久没放 第二日拜见尊长 我见到了林少莲的父亲和继母 我的公公和婆婆 云微博不苟言笑 一双眼睛打亮我 瞧不出满意与否 如今的博夫人正是却名谋善赖 是个待人及亲热的鸟挪妇人 正式地身旁伴着她的一儿一女 女儿林祝颜眉目清秀 比夫君小不了多少 已经定了亲 儿子大约十一岁上下 生得滚圆白胖 是夫君的三弟林物资 夫君昨日便同我说 他二弟是妾室生的 早年没了 而这右弟是双亲的心肝肉 今日一看 夫君所言不虚 这般庄重的场合 只有她敢摇来晃去 嘟嘟囔囔 一会儿童姐姐思语 一会儿拉扯拉扯母亲 公公的目光也只有落到她身上 才会有几分柔和 等公公训完一番负义负顺的话 正式将磕头的我拉起来 大量了一番 这模样 可生得真好 难怪少年非你不可 我见了心里都舒坦 她不说这话还好 这话说完 公公脸色一肃 带上些不快 夫君同我说 他们原想给她娶正式娘家的侄女 使她执意不从 转而求娶了我 我这婆婆 可真会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正式将头一转 柔声地同公公说 我见了新媳妇 喜欢得不得了 想留她在身边 也好教她管家里事 少年从前在外头住 是为出入方便 不忍惊扰父母 如今 有了媳妇 还在外头 岂不叫心腹陪她受苦 还是让她搬回来吧 这么温声软语 话又入情入礼 怎能不交公公点头 林少连还要开口 我手往她手背轻轻地一搭 制止了她 我仰起唇角 笑得极晚顺 谚语 但凭爹娘做主 回到院中 林少连皱着眉 有些担忧 金娘 你为何不让我回绝 家中为她把持多年 我好容易才寻机搬出去住 如今她借婚事让搬回来 是要将我们拿捏在手里 我且罢了 横竖大了 不常在她跟前 可你是媳妇 留在这里 岂不被她搓磨 我无奈道 那也不能当着公爹的面反驳 她此时候提出这事 说得又有条有理 是有备而来 若是直接驳了 怕不是要豪气起来 引得公爹不快 往你头上扣一个不孝的帽子 道正中她下怀 林少连叹气 那怎么办 我轻笑 你且放心 我有办法 归宁过后 我同林少连便住在了林家大宅里 每日晨昏定省 虚寒问暖 人人都说我这心习富豪 可如此不到半月 我便害了病 最初以为是风寒 林少连这人求医问药 养了五六日 总不见好 且意识昏沉起来 下床都不得 天天 林府的宝贝疙瘩林物资也在此时受了惊 生了病 林少连急得团团转 一个吓人提议 要不然去算上一挂 别不是冲撞了什么 林少连赶忙命人去了 这一算 算出了云威伯府的秘心 前一位夫人本就走得不太平 又没好好的做吉场法事 如今欣席入府 使她亲儿媳 却也不遵她 自然闹僵起来 不肯消停 我是女子 林物资是孩童 身子都弱 所以我们才先后病了 唯一的办法 便是做吉场法事 然后我同林少连别府居住 以亲子亲席的身份将生母供养个吉仔 消了亡者的气 也就好了 林少连于是上报了公拱 公拱也没法子 忙乱之间 我们便搬回了夫君从前的院子 还将林少连母亲的牌位也请出来了 说来奇怪 这一搬出来 我和林物资变渐渐地好了 搬出去那日 林少连在马车上 连连称赞我的计谋 病是装的 算命的是买通的 至于那林物资 原就没病 不过是我买通了他身边的小丫鬟 在他不想上学之时 教唆他装病罢了 我轻笑着 面上抹了装病态的脂粉 往他额头一点 学着点 这后院之道 可同你在前朝一般 不能直来直去 林家有爵位成席 按理该属于长子林少连 有这一桩事在 他同正是便不可能和睦 林少连同我说他二弟的事 那孩子悄无声息地在一个午后眉了 冯怡娘几乎哭瞎了一双眼 不到一载 便同那个孩子去了 她抓着我的手 脸颊往我掌心贴去 真好 我可以同我娘说 如今也有人疼我 为我着想了林少连任英五孝之职 六品的闲 她院中的数物 都没人管遮 我见不得这般事态混乱的样子 我在家中时 坐在我娘身旁 下人都得秉升静气 小心地答话 出嫁前 我的三个贴身丫头 一个跟了我来 剩下两个一个留在了我娘院中 一个送到了二妹屋里 住进去第二日 我便将账本传来 管事召来 细细地问话 再抬起头来 已是傍晚 灯火万家时 林少连回来了 见我揉着前观穴 问我怎么了 我没好气地说 还说呢 看了半日 全都是糊涂账 林少连的母亲过世前 恐嫁状被云微薄斧的人私吞 转移了不少到姐妹和忠仆那里 林少连自小是他们护着长大的 十五岁后拿回了母亲的嫁状 如今我们住的这一方翠柏园 便是林少连母亲从前的产业 她坐到我身旁 帮我按两边眉峰 我不客气地指了指一边肩膀 她大掌又落在上边 我同林少连的小日子过得不错 不出一个月 家中便被我管束得井井有条 来往应酬一应事也都处理得妥当 虽没有正式待我 但有林少连旧家和谢夫人帮衬 日子过得舒坦 便有人看不过眼了 虽是在外别居 逢年过节 总还得回去林府 端午节林府设宴 家中 亲戚都在 正是便寻得了一个表演的机会 酒足饭饱 女眷们挪到花园里听戏 我在正式身旁陪着 台上演着四郎探母 台下正是悠悠的一探 林府旁之的一个唐婶 同她关系一向不错地潘氏问道 好好地听着戏 怎么忽然叹起气来 这一句话 便将半数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了 正是溃然 这不是 听者这出戏 倒颇有感悟来 这四郎探母 是说人子与宣唐之间的一一之情 哪怕相隔两处 依旧是不改的 攀视心领神会 冷笑道 嫂子 你到心时 为娘的牵挂孩子的心思都一般 可世间人原不都是杨炎辉那样 知道环抱 也有不知好歹的 哪怕对她再好 野武不热 还要嫌你多事 须知这进校园是在个人 有心的 身处敌营 到了另见 也要来拜见 无心的 便是近在咫尺 心也是远在天边 正是按住了她 唉 原是说戏的 这可说左了 说者 还生怕他人不疑我 若有所指的看了我一眼 已是安抚 这一唱一和的 着实是比台上的戏还精彩 谁又能听不出话中的疾风 我袖子里的手狠狠地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不说眼泪滚滚落 至少得叫眼眶微红 落在旁人眼里 是受了大委屈 又不敢顶嘴 回到翠伯源后 我往椅上一坐 后背向后一靠 盘算起来 爱唱戏是吧 那咱们就好好的玩两把 距离灵府的端午宴不到十日 京中出了见识 文明地经的京贤书院中 有两伙学生打架 一边领头的人 是世袭云微博家的次子林悟姿 另一个却是个八品秦堂之子 换作柴悟炎 笔之学院中无数华咒子弟称得上出身寒门 只因财明昭著 方能入书院读书 据传 林悟姿一向瞧不上柴悟炎 觉得他出身寒微 却能与自己同堂 平日二人言语间便多有摩擦 柴悟炎能以财明入学 自然也不是任人欺负之辈 身边同样皆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不乏贵家出身 那日柴悟炎穿了件新的小卦 林悟姿见了 以莫无知 二人起了争执 演变为打架 这本不过是孩童间的义气之争 引来议论纷纷 是因林悟姿的跋扈 气上头时 林悟姿嚷道 区区一个县官的儿子 到这里来拿大 不过是会写点臭末子文章 渔夫庸人 独霸以为其货 吹嘘一番 你就真当自己有高材了 苦读二十载 血费了手 来日熬死在考场里 也未必高中 柴悟炎反唇相击 纵是朱金起锣 银球玉带 装点的也不过是你这个草包罢了 宝瓦起户又如何 若自己撑不起来 也不过是个挫折祖宗福祉的顽固 我听闻你家中尚有个大哥 为人轻得 只怕来日承袭家业 还要将你这个不孝子孙逐出家去 以正门风 林悟姿气急 胡扯 我家中何时轮得到我大哥承继家业 他咒骂了柴悟炎一番 接着动起手来 柴悟炎不甘示弱地还手 一堆铜窗环庸着他们 挑唆的挑唆 看戏的看戏 劝架的劝架 打太平拳的打太平拳 自然有好事地 将林悟姿的话传扬开来 我听完小弟说的话 揉了揉他的脑袋 你帮我同悟炎说 这次的事委屈他了 他和林悟姿一样 得了个闭门思过 抄写经书的惩罚 小弟笑嘻嘻道 你放心 他不委屈的 他和我说 早就看林悟姿那丝不爽了 以后若有这般解气的事 还要交给他 我笑着摇了摇头 将一对盈润的玉葫芦塞进他手里 这是你姐夫寻来给你们赏完的 一个给你 一个给悟炎 你们好好的读书吧 小弟哀了一声 我这才让人将他送回去 近来 京中对这事议论纷纷 孩童打架不足以致此 要紧的 是那一句 我家中何时轮得到我大哥成绩家业 柴悟炎一个八品官之子 能上京读书 便是由我陈家族书帮衬 柴悟炎有神童的名声 天生在穷乡僻壤 族书因不忍他在家乡荒废时光 磨灭天赋 特将他带到京城 举荐入学 有这样的缘故 柴悟炎同我小弟关系也不错 他是个稳重的人 争吵之中说出那些话 为的是引出林悟资的那句 当然 就后来林悟资挨的打来看 他也是憋着气的 将林悟资的话引出来是柴悟炎的本事 让这句话流传得这么广 则是我在背后打点了 我还接着放出了其他的故事 如林少连作为长子 居所却不如林悟资 再如嫡长子成婚 按理该由林府宫中出钱 然林悟资求取用的却是私库 还有寻常贵家子弟 若享有来日 大多是先送至近内任职狼卫 而林少连却只任六匹鹦五孝 在经营中打滚 林悟资虽是说得气话 但气话往往出自真心 一句便可见林少连在家中的处境 何况林悟资还小 能说出这样的话 有这样的认知 自然是大人在背后教导的缘故 再往回想 若非在家中受了委屈 谁又会放着伯府不呆 去外边令住 正是想言好继母 我偏要撕破她这层伪装 其实我并未将正是放在眼里 她的手段很隐秘 却也仅是后宅鬼术 就如林少连 她虽然厌恶继母 内心深处怨恨的却不是她 公道地说一句 十月怀胎诞下骨肉 天坦自己的孩子是人之常情 世间不是没有能将他人的孩子视如己出的圣人 但哪怕不是 也没必要强求 若非中间有切实的利益之争 所行又过于难看 还是可以井水不犯河水的 真正的末世发妻 柯代长子 稳居高抬的是林少连亲父 我的公公 云薇薄 他才是一切的罪魁祸首 林少连在家中受得委屈远不止一两桩 他说 爹代他很严格 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 小时候 饭桌上问话 一言不利索 一语不讨喜 便能将他的筷子夺了 扔到堂下 他本来只以为是爹对他期望大 可自有了三弟 方才明了 不是他爹不会摆词爱的脸 只是他不得喜欢 所以做什么都碍眼 他还说 每次一块用饭 他们是一家子 四口人在一处 亲亲热热地 读他像个外人 我叹气 轻抚他的眉眼 同他说 都过去了 他握住我的手 是啊 都过去了 我如今有你 便是有了家 我有些犹疑 你可会觉得 我将事情闹得太大了 毕竟外人虽然议论他们 替你委屈 到底也是看了伯府的笑话 他笑 我只会觉得解气 既然为父的不仁 那么伯府又与我何干 是男子 就该自己闯一番天地 我也笑了 好 我等着 富贵七荣 雇着云威伯府的地位 没人到公公和郑氏跟前议论 但这纷纷扬扬的风声 公公和郑氏又怎会不听闻 就连《茶四酒楼》里 近来讲的都是继母苛代继子继女的故事 陈家都市文人 随便地编几个故事留到坊间 便够说书人说一段了 最要命的是 有御史封闻严氏 揍了云威伯一辙 天爱后妻幼子 不顾人轮刚常 圣上虽未表态 却将林少连抬了一级 升了五品红五味 调到了禁营中 这当然是一种警示 因着留言 我同林少连回了一趟云威伯府 林少连身着戎衣 我则粗服简装 跪于双心跟前 向他们告罪 林少连道 虽是无稽之谈 但连累了父母被谣言附会 自己便万死难辞 说吧 我二人常败不起 如此姿态 公公与郑士反而不敢苛责 何况 此事本就是因林物资而生 要寻罪魁 也只能找被关在屋中的林物资 于是显贵如云微薄 不得不换一个姿态 向天家 向京城人表明他的态度 今遂林府祭祖 由林少连主理 这是族长的责任 族长不能为之时 则由四子代替 云微薄以此向世人展示 长子乃是府内注定的四子 府内待他不曾刻薄 而于人前 郑士也表现得待我亲后有加 在四人的合力表演下 这场风波终于渐渐地止息 但我已达到了我的目的 自此以后 公公和郑士无论做什么 都要忌惮着这两顶不顾轮常苛戴长子的帽子 开春以后 我诊得有孕 林少连大喜 于世间女子来说 怀孕生产是个坎 这些日子 翁姑待我同林少连可谓关怀备至 闻得我有孕 自然是大喜 我同林少连回府时 又是烧香告祖先 又是殷勤被补品 一家人坐在一处续话时 郑士忽然对我说 你们在外头住着 一切都得亲力亲为 少连又忙 想来也帮不上你什么 大小事情都得你操持 着实是辛苦了 先前是新婚艳儿 便不好提 我已经知道正是接下来要说什么了 果然 他接着道 如今却不同了 你是双身子的人 不能累着 凡事得有人帮衬 我想 是不是该给少连天一两个人 既能助你 也可绵延子嗣 来日首族乡亲 薄勋众池 方程本之百事之景 公公和他一唱一贺 是这个道理 温孤要天人 儿媳若是反对 便是促度 我只含笑 并未反对 却是林少连出生了 母亲也说是新婚艳儿 如今又仔细在望 原不必在那妾仪式上操之过急 母亲操心此事 是宣唐的慈心 今娘不曾反对 是妇人的闲善 而我不愿答应 却是人夫的体贴 今娘初有身孕 正是多思之时 这时那妾 虽与理并未不合 但要她调教 也是耗费心神 好赖下头有丫鬟仆妇 也不会累着她 若非场景不合 我都想给她鼓个掌了 到底是我交出来的人 这话说得实在圆融 公公哼了一声 有些不满 正是笑道 瞧瞧 果真是成了亲的人 会体贴媳妇了 你既不愿 那妾 这一桩便罢了 只是你们如今不在老宅里住 我这个做婆婆的 想尽心也不得 我身边的前嬷嬷 从前是服侍我过来的 最是妥贴可靠 且让她去照顾吧 有她看顾这一胎 我才放心 已经拒绝了正是一次 也不好再推 何况儿媳怀孕 婆婆只个人去照顾 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和林少连都不好多词 只好应下 我们回去时 身后便跟了一顶小轿 我同林少连说 这背后怕是你父亲的主意 她点了点头 回到翠博园 林少连掺我下马车 我的丫鬟相提正要过来侍奉 我凑近她耳朵叮嘱了几句 又指了指后头那顶小轿 她会议地点头 钱嬷嬷来我府里待了两日 被好吃好喝地伺候着 每集要来正院伺候 都被丫鬟们以熟悉事物的名义拦住了 到了第三日 她按捺不住往正院来 我正在和一个同她一般年龄的婆子说话 见她来了 轻笑着招呼 钱嬷嬷 你来了 这是赵嬷嬷 从前也在府里待过的 大爷说 这是投胎 须得仔细 你们一起照顾我 她才放心 京中贵宙都很看重家中经酒的蒲丛 以此彰显宽人代下的风范 少爷小姐们遇着母亲身边的老人 都得是做半个亲戚 钱嬷嬷背后不仅有正事 还有云微博 加之正是说过 钱嬷嬷是带她前来照顾我的 身份又高了一层 我和林少连商量 请出伺候过她亲娘的赵嬷嬷 一则我十月怀胎 身边能信得过的人自然是越多越好 二则 他们资历身份相当 一个是奉过原配 一个是受的是济世的命 我和林少连是主姿 也是小辈 不好说的话 不好做的事 都可以交给赵嬷嬷 赵嬷嬷住在京郊 家中几个孩子业已成家 收到林少连的信 收拾收拾便赶来了翠博元 即使当爹的靠不住 林少连须得立起来 才能做我们这个小家的支柱 如今朝中暗波涌动 圣上的几个皇子都对楚魏虎视眈眈 而圣上自成昌太子过世后 似乎有意坐山观虎斗 已从二皇子肃王、五皇子献王、六皇子信王之中则的一个贤德有为者 郑氏的亲姐 云威伯的表妹嫁入了肃王母族 在她的铺路下 云威伯府同肃王走得很近 而林少连入了禁营 因信王执掌一方敬畏 同信王渐渐地熟悉 他也问过我 信王邀我闪看明艳云表掀盘 我是否应当赴约 信王不仅是邀他赏宴 也是在问他可愿意为己所用 我曰 信王密务冤臣 通名燕妓 幼时便有美名 少年设得黄斑 来日若继成大统 必成锐哲之君 他听罢 沉默良久 我们都知道 如他这般的贵患子弟 有祖阴在身 原是不必要则以梁木而期 陪着走这输赢未定的夺嫡路 可他有壮志 有报复 最重要的是 以肃王和正氏的关系 来日处位若归了肃王 我们定是不得好过 并非是否入局 而是已在局中 最后 他还是决定赴约 而我吩咐人为他红衣 奉茶 亲自送他出了门 即我十月怀胎 诞下一女 林少连已被提为四品 我也得请了告命 这是我们的头一个孩子 我和林少连爱得不行 我们为他起了圆荣这个名字 换作林圆荣 这两个字出自佛经之中 既是望他通达名物 也盼他未来人生既圆满又何容 我几乎一刻也舍不得离开他 每日醒来 头一装饰 便是先看看圆荣如何 而林少连每日忙完公募 急匆匆地就要赶回家看他的女儿 有了圆荣 翠伯元成了真正的家 温姑来看过孩子 也让我抱回去过几次 除此之外 便没什么动静了 我猜 他们未必真乐见我生下一子 林少连后继有人 地位多稳固一分 林物资成继的可能性便少一分 宗族之中 倒有长辈念叨了几句 可林少连如今 连云微博的话都不怎么听 何况族内长辈 云微博府虽未明着战术王 但各种关系 明眼人稍作琢磨便懂 林少连则与信王来往见多 同时与云微博府疏远 信王带翠伯元的宽宏与倦爱众人皆可察觉 林少连生四品 我得告命 生下圆荣 都送来了众礼 日常来往 更是频繁 信王非是江门狐女 我同他很谈得来 我同林少连说 信王也太多心 又何必如此大张旗鼓 他说 天皇贵咒 恩寿王位 若不多一点心 哪里还能在宫里活到今日 所以要叫众人皆知 他已将林少连纳入麾下 为着此劫 林少连同云微博的关系更僵了 我和林少连是后来才知道当日弹劾云微博的那个御史是信王的人 那时他已察觉云微博府的风波背后有人推动 探出是我和林少连所为后 便决定天一把柴 而林少连与双亲不睦 又因此有了一个必须要依附他人以求来日的理由 信王如此善谋 我和林少连倒放下心来了 跟着英主 总是好过明珠暗头 在我怀第二胎时 正是买通了产婆 意图在我生产之时下独守 来个母子巨王 索性赵嬷嬷老练 看出了他的打算 我带出来的人也都果断 当即将人拿下 林少连闻之惊怒 还好他因担忧出事 还聘了另一个产婆待命 他赶忙将人请来 在赵嬷嬷的协助下 帮我平安地生产 这一胎我生下了和林少连的长子 我们将他的名字定为成阔 望他轻正名节 开阔明辩 当初正是和潘氏不过闲话几句挤对我 我都要报复回去 闹得沸沸扬扬 让他们吃一个大亏 如今这样的大事 我和林少连却忍了下来 只存好证据和口供 接着按兵不动 只因如今我们已在局中 牵一发而动全身 不是不报 事后未到 林少连这几年在朝堂上视如破竹 又得信王帮扶 官运亨通 地位愈加稳固 虽林物资如今长大了不少 却到底敌不过这位长兄的声势 若非有云微薄和正是压着 族中怕是不少人早已倒戈翠薄园 那是一个寻常的秋日的晚上 林少连出门的时候 还同我说 要回来给两个孩子讲故事 黄昏时分 林少连依旧未归 也没见人来传话 而经中却悄悄地戒了言 林少连前些日子同我说 皇上身子不大好了 朝堂之上暗波涌动 县王已经出了局 肃王近来欲发张扬舞爪 信王同他也得早做准备 我想起他的话 拙人关上各个进出的门 令家丁们层层地守折 仆妇们都聚在正院附近 我强装无事 将袁荣和城阔哄睡后 为他们噎好被子 吩咐如母嬷嬷们同我一起守在床榻周围 我睡不着 又万分牵挂林少连的安危 这一夜很是难熬 茶饮了几道又坏 梳翻了几页又放 中途袁荣睡醒了 揉着眼睛 戏声戏气地问我 娘亲 你不睡吗? 我听着女儿的声音 眼眶有些湿润 却又强打着精神 不教她听出话语中的担忧 娘亲要等爹爹回来 你先睡吧 我拍着她的背 直指她再次沉沉地睡去 天光大亮 林少连才回府 是被几个内奸抬着回来的 我冲到前厅 一见她的模样 泪水刷得就下来了 林少连躺在春凳上 脸脏兮兮的 假衣都被血迹浸润了 她却还精神 见我这副模样 赶忙同我说 莫哭 我无视 那内奸也应何道 夫人别慌 大部分都不是林统领的血 统领只是伤在了肩上 也已经简单地处理过了 待会儿再照大夫来看看便好 我重重地谢过了几个内奸 让小厮们将林少连抬回屋里 一边着人去请大夫 一边为他检查伤口 更衣擦拭 等伤处理好后 林少连才有空同我说发生了什么 原是昨日午后 皇上忽然发病 昏昏沉沉地眼看就要不好了 肃王当时在宫中 瞧见这般情景 便令自己的人控住消息 私下传话给自己手下 想来个战紧先机 提前控制住局势 信王在肃王府内安插有内应 听到消息 明白已是生死攸关之时 于是集结手下人马 称父皇为肃王挟持 号令众人要清军策 林少连也在其中 从其率领手下兵马入宫 两方对垒 熬战至夜半 死伤无数 血流成河 肃王手下不敌 局势渐渐地为信王掌控 黎明时 皇帝回光返照 见是信王在侧 终是下了口谕 传位于信王 于是 信王成了新帝 林少连整夜英勇杀敌 在天江明时为赋予反抗的敌手伤了肩膀 心地忙着料理诸事 着人送他归家养伤 此时我才想起一件事 林统领 林少连笑嘻嘻道 夫人 你夫君升官了 二品的统领 这算不算应了你当初的话 我悬着的心到此才放下来 算了 果然是富贵欺荣了 他笑嘻嘻地拉折我的手 要我陪他休息一下 他是站了一夜 我是等了一夜 都是疲惫不堪 我撑着眼睛吩咐下人看好那两个小的 便被他揽着 和他一起 合眼睡去了 林少连作为功臣 如今官列二品 但尚未封绝 明眼人都知道 这是等着云微博的位子 其实 云微博不是傻子 当初虽亲近肃王 却也小心着 没掺和着进肃王的势力 毕竟家中已有世袭罔替的爵位 为得不过是锦上添花 犯不着提着脑袋为肃王卖命 但在旁人眼中 到底摘不脱一个来往密切的帽子 不及登基大典 云微博便入宫告老 其以林少连成绩爵位 圣上并未挽留 只说了一句 云微博既是身子不好 今后便在府里 一养天年吧 这是在明白不过的警戒了 要云微博今后少露面人前 大典过后 林少连成绩云微博之位 同时因功力卓一级 抬为云微侯 林少连封侯后 投意装饰 便是召集族人 列出人证及物证 隶属正是诸般罪过 如摧残二帝 图谋爵位 在运中意图戕害我们母子等 族人见如今局势如此 自然之道魁是度势 经过一番商量 定了将正是送至经中一处安堂修行 为王者祈福赎罪 正是百般豪哭 却到底抵抗不过 就这么被送了过去 正是的一双儿女 林祝颜已是出嫁之女 不会被牵连什么 而林务兹 已是树发之年 要被送去最严苛的手下 直到将性子扭过来 前云微博自始至终都没有赶来 是林少连亲自踏足正堂 同他谈的话 我在外头 只听得里边林少连愤声质问 云微博先是大怒回击 继而不停地辩解 最后 那声音弱了下来 只于苍老的叹息 林少连出来时 我在亭中等他 见他走来 扬起笑意 他揽过我的肩 轻声地叹息 说了一句 走吧 我们行在府里 迎面而来的仆人接待着不同往日的恭敬 与惶恐 他同我说 这里已是他的侯府 要将翠伯源的人物都带来 我说好 我们在沉默中 又漫步了一段 行至花园 他方开口 你不问我同我爹说了什么吗? 我摇了摇头 轻声地说 夫妻一提 我又怎会不知你心中所想 他陷入某种悠长的思绪 这些年 我思考了无数次 当我终于有能力质问他时 要对他说什么 正是对我的排挤和算计 他其实都明白的 他对物资的疼你和袒护 我也都看在眼里 最后不得不承认 答案很简单 无非是爱与不爱的差别 我娘不是她期盼的妻子 我也不是她欣喜的孩子 仅此而已 所以她没有教我握过功 也没有听我念过书 更不想让我继承爵位 同样的事情 若是我做 便是狂逆 若是物资做 便是小儿心性 长到如今 还要如一个孩童一般 执着地问她为何带我 不如幼帝吗? 最后 我只能质问她 对我娘当初的搏带 她不乐意只赴为婚 有无数次理由去暗示和解决 毕竟在没交换庚帖之前 都不过是个玩笑 可是她一直在抵赖 先是赤我不配为人子 继而又百般遮掩攀扯 我看着这样的她 觉得很失望 原来我心中永远也追不上的伟岸身影 也不过是个软弱的凡人 她握住我的手 很温暖 所以 我想 算了 她如今爵位已去约束府中 既期离散 幼子被关 而我待她没有一丝怜悯 今后 她便只能这样过了 我五指深入她的指尖 以很重的力道回握她 有我 缘融合成阔的地方 才是你的家 她愧叹 是啊 与你成亲之后 我才有了家 今娘 谢谢你 这一路来 给你担待粮多 让你费心了 我轻哼一声 知道就行 今后 要同我好好的 说来 我同林少连成亲已得数载 膝下又有一儿一女 称得上老夫老妻了 但二人之间情分不曾简淡 反而愈加逆味 每日晨起 只要没有紧急的事 她会亲自为我抒发描眉 亏得本朝风气开放 不然一个侯夜 不知要被弹劾几次 每日入夜 若是持归 定是步履匆匆 只因记得我温着汤等她 归心似箭的模样 被多少同僚笑过 哪时被圣上遣出经两三个月 再回来 简直一步也不肯离开我了 吃我手里的果汁 闹着要我给她喂葡萄 我总是称她 多大的人了 孩子还在看着 对于袁荣和程阔来说 她是最好的父亲 会教他们写字 带他们出城玩 让他们坐在肩头的父亲 袁荣洗离奴 便于府内辟了赵雪原供她收养 程阔生性好动 特去求了京城最好的武师留居 奉命出外时 曾为了他们冒雪灯千步天梯 于飞景山畅玄宫求得 庇护幼童的点金护福 我想 她幼时不曾有过的 都想给这两个孩子吧 此时 她正缠着我 要我笔一笔新给她绣的腰带 我腹部微微地隆起 里边又有了一个小的 正笑着同她说 花还没绣好呢 门外 已经长成一个 灵透聪明的女孩的圆容 瞧见我们的模样 回手捏她弟弟的脸 好了 回去吧 爹爹一和娘亲撒起娇来 就没空看你写的字了 待会儿再来 程阔撅遮嘴 被她姐姐带了下去